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国土有三分之一会被淹没 所以他才做事布新加坡 离我们不远 也是华人为主的国家 他进行了从2017年开始降温计划 这个降温计划叫做冷却新加坡 除了一定要做到的垂直花园 台湾在这个部分没有做到 有些做得不够好 垂直花园几乎是新加坡 每栋大楼都有的新大楼的特征之外 他还有根据气流要求你建筑物 怎么样根据气流方向之外 他更是以他的金融中心 叫做Marina Bay 作为一个主要的实验基地 然后在里头弄了一个叫冷却水的系统 这冷却水是在地底下 然后就抽到建筑物的最上方 接着从他的顶楼撒下来 这使得每一家的电费 可以减少40%取代空调 维持在摄氏24度 西加坡比台湾热太多 但是We have to do something 很多人可能在谈台海危机 告诉大家一个真相 在夏天时刻 台湾的天然气的主存时间只有7天 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半封锁 让我们的天然气主存 没有办法进来 超过10天的话 台海其实就等于不用战争 台湾本身就陷于黑暗一片 极端热浪袭击了北半球 每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致 阿尔卑斯山冰川 蓝色多脑河 莱茵河谷 及加州17里海景公路 我们都已经知道答案 这是全球暖化的结果 而且短期内不会改变 那么该如何为一个城市降温 难道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里的幻想故事吗 这次不是法国人 而是不太爱做梦的新加坡 踏出了第一步 Singapore 地处赤道附近的新加坡 近来正快速变成一颗滚烫火球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都市热岛效应 即平均高达84%的湿度 一时这个富裕国家极度不适人居 不止气温上升速度 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 未来数十年内 情况还将持续恶化 最快2100年前 单日最高气温将渴望到达摄氏35到37度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 长期关注都市内的热岛效应 发现诸如新加坡 香港或台北等都市 近来都因为人口迅速增加 住宅及工商业的急速发展 再加上交通 空调排放废热 热岛强度是不同地点的温差 从先前的摄氏4度 持续拉大到摄氏7度 如您可以看到这里 它们是在一起的 所以它底下的热岛在外面 但是这热岛在后面 然后再次的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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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像一较软的热岛 像一小热岛在外面 像一较热岛 一较热岛一较热岛 也会像一较热岛 一较热岛 然后再次推广到世界各地 全面协助降温 among the largest contributors to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re the many dark surfaces within our cities that absorb and then release heat Widely used construction materials such as concrete and asphalt are dark in colour and their dense nature makes them extremely efficient at storing heat Beyond changing the colour of surfaces other cities are transforming their underutilised rooftops into impressive urban gardens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are now steadily taking this concept further incorporating entire trees into built structures 过去五年 这项冷却新加坡计划 先后提出了86项建议 除了垂直花园绿建筑 还包括改变建筑物方向 来创造气流 用区域功能系统 也就是将冷冻水 通过管线输送到建筑物上 借以取代空调 他们以新国的全新地标 滨海湾Marina Bay的新金融中心 进行封场模拟 因为高楼挡住了风浪 正对中心商业区 带来灾难性后果 同时向下 打造全球最大的地下冷却系统 让室内温度 拥抱摄氏24度 根据新加坡公用事业部的数据推估 在建筑中 使用这款冷却系统的最大好处 与传统空调相比 可以节省40%用电量 且由于新加坡大部分电力 仰赖天然气 启用这样的系统 意味着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至少一万九千吨 等于是将一万八千辆汽车 从道路上移除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完全不作为 到了2050年 全球超过三分之一能源电力 将会完全用于建筑物 及车辆降温 当暖化迫使人类 对空调及冰箱的需求 无限扩张 将形成更多能源消耗 反之 供冷系统若能大幅推广 将可在大都会区 全面提升纵效 牛时引述冷却新加坡计划 前首席研究员施密特的说法 对抗极端高温 是一场新加坡不能输的仗 因为数十年下来的都市化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不断增加 已经让这座曾经的天然森林 成了钢筋混凝土的聚集地 尽管新加坡政府承诺 将在2030年前种植一百万棵树 截至目前为止 也已经种了38万8千颗 但重要的不只是面积 还有树的品种 必须是那些树冠很大 能提供大面积遮阳的树 此外 他们还必须从台国元首 李光耀口中 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空调着手 因为这已经成为 仅次于工业部门的 最大碳排放来源 越来越多数据显示 这款水冷系统 能降低三成能源使用 新加坡人接受度也很高 到底能不能在降低热岛效应前 率先甩掉空调 新加坡正进行一项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实验 这也将是迈向21世纪 他们要带给人类的最大贡献 这也将是远向22世纪的重大实验